姐姐 我要来一个做饭挑战 今天呢是3月17号 3月18号 和李仪在家办公的第三天 今天呢是周五 又是一个早上起来碰头公面的日子 西西现在还在床上 没有起来 它消失在凌乱的被子里 我们已经连续三天在家里面 除了吃就是水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两个星期的话 我估计大家的体重都会暴增 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打开公司的电脑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公司是有老天工具的 大家都会知道你有没有在线 你是几点在线的 所以因为起晚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激活一下自己的账号 我打算在家隔离这几天呢 留一个胡子看看 我忘记了我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有一个会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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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everyone Can you hear me Hi Hi 还有会议刚开始 然后人还没有到圈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家办公嘛 所以需要等大家 然后都喝完了茶 喝完了咖啡 之后呢才会开始会议 所以现在估计还要等一下 A few moments later 开始了 因为这个是组会 所以就是大家要挨个的发言 然后去告诉大家 他这周做了什么 然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每次这个会都要一个小时 可能真正到底发言的时间 可能也就只有10分钟这样 所以其他的时间就还蛮无聊的 我刚刚本来在那边发呆 然后忽然被Q加一大票 然后我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这周的进度现在就结束了 基本上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议上面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 所以我们会议的语言用的是英语 但是呢意大利人说的英语 是有很重的口音 然后我一开始就不太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现在觉得他们说的英语就是蛮正常的 然后刚才又有Q的 我说因为我这周就要做完 哥本哈根这个项目 所以我下一周的话 我会去做Desalonic的项目 Desalonic中文名叫什么呀 我看应该是在希腊 Desalonic叫做萨罗尼加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希腊北部最大的城市 这个萨罗尼加的项目呢 是这个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 所以我下周可能会去做这个萨罗尼加地铁线的这个项目 立会结束了 现在要去叫西西起床 感觉他睡得像一个圣母 你是怎么办到的 把所有的被子都卷到你的胸前 起床了 嗨 小姐姐 妈妈的眼神拍进去 你没有眼神 你的眼睛很干净 没有你也没有鼻子 啊几点了 十二点了 看一下这个没有滤镜的皮肤 大家来看一下啊 刚刚起床洗完澡的西西 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冰箱 所以他肯定是在梦里面做了很强的运动 现在呢是十二点钟 我要来一个做饭挑战 四十分钟之内做完两道菜 一个是鱼香茄子 一个是番茄炒蛋 我要用四十分钟做完 现在开始 现在是十二点三十六 整好差不多四十分钟 两碗米饭 一个番茄炒蛋 一个鱼香茄子 我点个蛋 你真棒 今天下午呢又要开始去上班了 来,西西同学给大家找一个招呼 非常好 所以西西的一天呢 她是从吃完午饭之后才开始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她十一点多才起床 好啊 我们现在要开始工作咯 2 hours later 为什么写好看我 为什么写好看我 因为我也要同时看着我 1 2 3 4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却把药一口这冰果 咱俩就跟人口多多一口 扣瓜子的生间烦吗 为什么 很规律的 这就是我一个 喝瓜子人的抛手 哈哈哈哈 你吃饱了吗 然后西西这几天呢 就完全放飞了自我 除了洗澡 刷牙之外 也不化妆啊 然后基本上每天都在穿着睡衣 估计她这样的状态 就要持续到她写完她的论文 直到她写完论文之前 我觉得她都不会再去更新她的西西法语课了 所以在这期间呢 那就由我三木来带领发一些有的没有的视频 支持三木 哈哈哈哈 今天是晚上的十二点半 我们的博士西西呢 还在这边挑灯夜主 大家晚安 晚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